如果你是姓劉的話 幫你小孩子改名 你幫他改什麼名字? 劉定堅 那姓吳呢? 吳港德 嘩好名字啊 你真是搞笑 焦點視頻 斯敏寧玄學勁用的時間 迎個幕見到我們的斯敏寧老師 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們講就是講姓名學 每一個人都會有個名字 現在我們越來越注重 就是用自己的名字 將自己所缺的五行 加進去 去增加我們自己五行的氣場 如果這件事 究竟行不行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 都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相信 每一個數字 每一個中文字 甚至是英文 都可以有它的五行的特性 如果這裏加些 那裏加些 加起來 確確實實 對我們的名字 對我們的命運 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所以今集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在姓名學的操作上面 有哪幾種的選擇 選擇 選擇其實有很多 我主要是介紹三種 第一種 我們叫做 就是五音 五行 什麼叫五音 就是我們講話的時候 發出來的那個音 原來我們用不同部位 口腔不同部位 發出來的音 是對應不同的五行 舉例 如果我們用純音的話 五行熟水 如果我們用舌頭音的話 五行熟火 我們用喉音的話 五行熟土 還有一個就是 木和金 原來對應的就是牙和齒 牙齒是不一樣的 牙 即是門牙的位置 齒即是構齒的位置 用門牙發的 五行就是熟木 用構齒一大發的 五行就是熟金 舉例 喂 阿麥今晚去踢球 這個球字 因為它是用純 所以五行是熟水 行不行啊 我們的得字 因為用了一條力 韃韃聲這樣發 所以五行就熟火 踢完球之後 我們去吃個芝士漢堡 這個G字 是用門牙的震動 發出來的聲音 所以五行就熟木 這個東西的發音 五行其實是很有趣的 但是又這樣說 同一個字 可能普通話發音 廣東話 敏南話 京腔 發音都不同 究竟最終它的五行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少用這套方法 我只不過是把它介紹出來 另外還有一套方法 就是熟岐士的810動數 我們一見到熟岐士 也會猜到 他不是一個中國人 他是一個日本人 這套方法 也都是不太複雜的 簡單地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把名字寫出來 我們是計每一個字的不劃數 舉例 原來一個詩字 那個不劃數 是代表著一個叫天格 即是說是祖先給我們的一些福音 或者一些現象 然後我們的名字 我們的聖時加名字的第一個字 那個不劃數加起來 我們叫人格 這一個是會令到我們自身運程 出現加減的狀態 所以如果我們要提運 要令他自己過得更加好運的話 我們就要把這兩個數 那個不劃數加起來 成為一個吉數 因為這個所謂的吉數 其實它1至81個數 已經固定了 哪些是吉數 哪些是空數 然後 如果名字是兩個字的話 例如敏寧這樣 加起來的數字是叫地格 代表早年的運程 即是說用一個名字來看早年 我們整個名字加起來叫總格 對應的就是中晚年的運程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是用這個數字來看 就是根據那個名字的數字加起來 是哪一組數 是吉還是空 而這些數字是怎樣計出來呢 我們是要根據這個康熙字典的 即是說即使是國內的朋友 他們用的可能是簡體字的話 都要根據康熙字典來查回來 是嗎 你是不是有東西想問 老師 我想請教 如果是姓的字 即是司徒什麼什麼 歐陽什麼什麼 那為什麼呢 司徒本身都是一個姓來的 所以會是司徒作為一個 司徒加起來是一個數 因為這個是一個姓來的 好了 我們繼續講完這個810動數之後 另外還有一套 就是我稱之為步手五行 或者是一種直觀五行 就是一看下去 我們覺得它是什麼五行的 例如以前台灣 有一個人物叫江炳昆 那個江字三點水 五行熟 水 炳是天干的炳火 五行熟火 昆我們看到土字邊 而且這個昆 本身對應的就是昆掛 昆掛五行熟土 所以是很直接可以摸得到 這個名字有水有火有土 因為那個姓是改不到的 而它的名字是大火土 直接去想了 它的八字是需要火土的 這個東西就比較簡單 我也都相信這一種的操作 也是一定的效果 在這種操作有效果的過程之中 我自己就有一些改名的一些方法 或者一些遺忌 我想分享一下 正如剛才所說 我八字可能需要水的 我做過三個水 這個字讀廟 我相信大家都懂了 如果我好要木的 我做三個木 叫心 又行 如果我缺土 我做三個土 阿曼 知道這個字怎麼讀嗎? 哈哈哈哈 嗯 嗯 讀廟 就形成了一種狀態 我自己去跟別人改名的話 我會留意一件事 有些字很難讀的 很少有的 甚至乎連普通字典都查不到的字 我就多數是不會選用 雖然現在我們叫名 叫對方多數叫英文名 但是我們讀小學 中學有中文堂 很多老師都仍然叫我們中文名的 所以如果那個字是太艱深的話 即我一見到一些朋友 哇你的名字很特別 我會讚你一句很特別 然後就會覺得 嗯 但是真的不懂得讀 所以一個名字 我覺得選取 以簡單 未必是要很大眾化 但起碼大家是知道 是什麼為主的 這個是我選擇的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 我就是考慮 不單止只是考慮五行 而是實際考慮 這個名字 為對方會不會帶來一些尷尬 或者令到她不開心的情況 有一個真實的例子 我曾經聽過一個女性的名字 她叫阿鋼 鋼鐵的鋼 那我就估計 咦 難道她很缺金 鋼鐵 夠強金夠硬 但是她是一個女性 突然之間有人在街上大喊 陳鋼 然後是一個長頭髮的美女 轉過來 你會給什麼反應呢 所以 有時候如果過分著重那個五行 而沒有考慮到她是男還是女的話 這件事我自己認為 我會考慮得再全面一點 就不會這樣去幫一個女性 一個個案的名字 另外第三件事 我亦都會考慮的 就是考慮那個字的發音 因為我們是用廣東話發音 阿曼你可不可以試一下 讀一下這兩個名字出來 看有什麼不同 陳大文 沒錯 陳文文 你覺得在讀的時候有沒有不同 嗯 讀的時候 通常我會叫陳文文 可能有一點點音改 陳文文這樣 因為就容易些說陳文文 很奇怪 沒錯 你講了一個重點出來 因為廣東話本身就是有九個音 最簡單就是分平側 平聲字多數在後容帶出的 而側聲字會響一些會高一些 這個陳大文 我們大聲讀一次 陳大文 這個大字是一個側音字 所以讀出來的時間 喉嚨是沒有卡住的感覺 而且響了上去 而陳文文 因為文文 加上那個姓氏 都是完全是平音字 起不到聲響之餘 那個喉嚨會卡住 所以剛才你就說你想變音 原因就是你覺得它卡住了 所以我幫人考慮改名的時候 我會考慮它的評則 這個是對應用廣東話為主的 之前我也幫一個北京的朋友 幫他的兒子改一個名字 我就用一個普通話的發音 整體讀下去 就是用普通話的四個聲調 讀下去也是唱順的 最終他聽完之後 他都說這個名字真的很流暢 很讀 因為我們幫人考慮一個名字 不單止是五行 而是最實際的應用 長輩怎樣喊它 老師怎樣喊它 我們自己怎樣認識自己的名字 這件事比所謂的五行 我自己認為更加重要 當然五行是重要的 但我自己的先後選擇 就是這方面的次序 所以阿曼 如果將來你再多一個小朋友的話 到時候 記得改名字 要多想一些 我一定會請教你的意見 一定 我到時免費給你 嘩 多謝 不用客氣 好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請教詩文明老師 其餘一些源頭風水上的問題 好 拜拜